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横空出世的福州茶园山南宋夫妻和藏墓震惊考古界 一对夫妇神秘死亡留下不朽之身 也引发人们种种猜想 墓主人是谁如何死亡 背后发生了怎样非同寻常的往事 古人为何要精心保存这两具尸体 这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层出不穷的吊诡之谜 抽丝剥茧中出现的历史讯息 神秘的明镜笼笼罩在福州北郊小小的茶园山上 考古学家和医学专家将共同揭开尘封地下的隐秘 呈现被掩埋的真相 在考古学家和医学专家眼里 一对保存完好的宋代古诗 两具棺果里出土的文物 隐藏着墓主人身世来历 以及死亡之谜的密码 当医学专家对墓主人死亡原因进行研究的同时 考古人员整理出土文物 对墓主人的身份进行推测 考古人员在南兴古市的腰间 发现了一根用丝绸包裹的木质腰带 腰带上会有许多鱼的图案 木头腰带应该是一种装饰的东西 它应该是有鱼啊什么的 就刻的鱼纹啊 考古人员认为 墓主人佩戴的应该是一根仿玉的腰带 在宋代 能够在腰间配玉带的 一般都是朝廷中三亭以上的高级官员 这显然说明墓主人的身份不一般 能够证明物主人身份的 还有银流金转观球纹配罪 配罪的作用是使衣服下垂 配罪呈低珠形边框流金 是由转观二字 配罪下方是记者花节的转观球 转观二字出自宋代 意思是升迁观止 茶园山南宋夫妻墓 出土有丝织品 金银器 墓器 漆器 等众多精美陪葬品 出土的漆器 是宋元时期福州特有的雕漆 雕漆就是说 这个做了一个器皿 然后上面不断的漆 漆的大概有个五六毫米厚了 然后在这个漆上进行雕刻 雕刻形成一个图案 因为它这个漆的是这样 就是说它有红的有黑的 一层一层漆 漆完以后你雕下去以后 这个就会有层次 那这里两种 一种叫提膝 就是红黑相间 还有一个提红就是基本用红漆 漆红八角形三层漆连 盖语气表 是云雕 清朗流畅 气身分四层 盖及各层间 都有子母口扣合 盖面及气身 是如意 回环 云纹等图案 雕工圆润 提膝葵半式七连 呈六边葵半形 这些漆器 作为当时 敏地的贵重物品 为官僚贵族阶层 所赏识和收藏 这些东西 你现在看当然很漂亮 在当时来说 应该就是 上层人是日常用的东西 主要因为那个漆器 它不像雕器那么容易保存 市面上建的很少 墓葬出土四百余件 丝绸纺织品 制作工艺精湛 使国内宋代丝织品 一次极为轰动的发现 丰富而贵重的陪葬品 暗示了墓主人 不是寻常百姓 有着尊贵的身份地位 它有一整匹的这种丝绸 那室头的宽度大约50公分 还有一部分呢 采好的衣料 有意的采好的 但是没有做 采完也要保的 另外就是 它穿了一年四季的衣服 得给它非常完整地 作为它 到阴间 任何时候 衣服都有嘛 要做新衣服也有 要麻烦你也有 这是褐色香花边螺山 装饰于衣物领部的林我 呈长条形 是宋代最具特色的装饰之一 林我采用引金装饰工艺 装饰的黄金厚度不足0.12微米 金特别的漂亮 但是这个出来的时候 颜色的话 它们有印花的 包括锣啊什么的 金线绣的 它这些都是相当的漂亮 木葬还出土有众多 锣 沙 绢等精美丝绸之物 显然因为丈夫身份尊贵 女主人死后 才能够陪葬大量精美的服饰 和陪葬品 我觉得她社会地位应该很高 而且很富有 因为她这个服装 从她的这个花纹 包括她的这个做工 都是很精美的 此时在考古专家眼里 深藏在福州市北郊 茶园山墓丧的男女墓主人 已经依稀显露出 她们的身影来 他们生活在福州 这里远离战乱 是饱受战争蹂躏的人们的向往之地 自北宋末年 北方金冰南下 宋朝失去半壁江山 很多富贵人家和百姓逃到未受战乱侵扰的福建 四川等地 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州气候宜人 繁华富庶 所为当时南宋六大城市之一 福州有以丝织业著名 有丝城之称 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 将产品大量销往海外 茶园山墓丧出土的精美丝绸 反映了当时这一盛况 生活富足安逸 又远离战争前线 茶园山墓丧男女墓主人 男主人身材壮实 没有疾病迹象 女主人身材瘦小 年龄尚小 她们又是因何过早离开人世 福建医科大学的病理实验室 医学人员通过现代仪器 对于古诗展开研究 男女墓主人的各种器官切片 都没有发现异常病变 专家决定 对男墓主的遗体 做进一步的医学研究 揭开墓主人的死亡原因 这时 专家在解剖男墓主尸体时 注意到一个细节 男墓主的腰部 渗出了一层层的白色绵物 和衣服都粘在了一起 据化验分析 这是人体的脂肪形成的蜡状物 脂体的脂肪组织水解 生成一种特殊的有机物 那么这个有机物 再喷成别的有机物 和水中的钙离子结合 形成一种造样的物质 我们学界把它叫做湿蜡 这些白色黏雾的量之大 可见墓主死时 其皮下脂肪很厚 说明死亡时身体很强壮 因为通常情况下 一个人若因慢性疾病死亡 从生病到死亡 其体内的脂肪 会经历一个逐渐被消耗的过程 皮下脂肪所剩无几 更多的形成湿蜡的物质 是皮下脂肪 因此这个人必须营养情况很好 那才容易形成湿蜡 专家根据尸体保存情况 认为男性墓主人 应该是在短时间内死亡 或者说他的死非同寻常 极有可能死于突发情况 时间太长 我们别的部位不考虑 双下肢因为失去了神经支配 那会发生明显的萎缩 包括肌肉了都会没有 那么这位墓主人 他还能保持这么好的营养状况 我们觉得不会超过两周 墓主人的尸体就隐藏着被掩埋的真相 医学专家依靠现代的医学科技 试图逼近墓主人死亡真相 还原700多年前 一段不同寻常的往事 医学专家决定 再一次对墓主人尸体进行X光检测 检测结果令人大吃一惊 男墓主的腰部骨骼 有奇怪的断裂现象 5 4 3 2 1 第一腰椎 大概在这个位置 第12胸椎 第一腰椎 第12胸椎旁边有肋骨 这个模型把肋骨去掉了 后来他们20个人扑造了以后 发现说脊柱有断裂 脊椎下腰椎的地方 共同断裂 那讨论意思是说 有没有从后面受打击 冲击上 这个男性骨师的脊椎 受到了严重的损伤 有明显的断裂痕迹 这一发现 让医学人员感到兴奋 这是不是墓主人死亡的 真正原因呢 5 4 3 2 1 这个就是第一腰椎的位置 紧挨着它的 我可以看 这个是第一腰椎的话 这个就是第12胸椎 在生物力学上讲 胸椎的后突是在停在这个位置 那么腰椎的前突 起始于这个位置 一个纵向的暴力 甚至大部分暴力 往往最容易发生 作用力的位置 就在这个位置 人体脊柱 是骨头与软组织的 一个综合性结构 上阶颅骨 下至脊骨 脊椎断裂 是一个致命伤 严重时会导致死亡 脊柱是人体主要支撑的骨头 它使人能够站立 直立 运动 都是靠脊柱 那脊柱如果断裂的话 使它支配的地方 就会瘫痪 这一发现 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却直指墓主的死亡真相 男性墓主人 受到突然的外力打击 导致脊柱突然断裂而死 这又引出了另外的疑问 脊柱断裂 这种致命伤 一定是因为意外原因所致 男主人应该是突发性死亡 所以他保持着身体强壮的状态 专家由此推断 当时一定发生了极其可怕的突发事件 男主人在脊椎受到伤害之后 生命机能迅速停止 所以人体脂肪在死后才会溢出 正所谓山虫水腹石 忽现柳暗花明 当医学专家 对于男性墓主人的死亡之谜 即将揭开之时 考古专家的研究 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陪伴墓主人的文物 暗含着极为重要的信息 福泽市闹市区的闽王寺 考古人员在这里 对茶园山南宋墓出土的文物 进行整理 一键放置在棺材里 陪伴男性墓主人的伯帆 引起众人的注意 考古人员立即小心翼翼地 将这对伯帆清理出来 只见伯帆上是墨书的一首诗 同竹西时应奉照 风云他日去翱头 军民上下贤私德 赏伐分明善用人 正值忠良摩万幸 宽人骨梗劳三军 军民问类池碑送 无福登霄好率军 落款处写有城南所渝 第一队助人菜 说明伯帆来自民间 考古人员猜测 茶园山南宋墓主人 很可能是一位为国捐躯的英雄 他战死沙场 而受到识人的敬仰 因为诗中出现最多的字 是君字 说明墓主人 是一位高级军事指挥官 俗话说盖棺定论 墓主人正值忠良 体恤百姓 战功卓著 赏伐分明 人们对他的去世 感到无限惋惜和哀思 而墓主人高大壮实的体质 也和他的军中经历不无关系 一个尤为重要的信息是 博藩上还注明了这个墓主人 死亡的年份 南宋端平二年 因为端平在历史上就两年 然后等到处理到 这个所有的十字品里面来 就有一对博方 有个端平二年的年 所以说他这个准确时间 就是端平二年 南宋端平二年 是公元1235年 就在一年前 蒙宋联军和为金军 金国灭亡 蒙宋双方一时间 形成了江场相望之势 边界接壤 曾经的盟友变成了敌人 蒙古灭金后 进攻南宋的帷幕 首先在四川拉开 异域通过长江 进入南宋腹地 南宋也利用四川 多山川河流的地理条件 进行布防 长江三峡成为南宋军队 防守的要爱 从那个拖雷 政经开始 就有一个借到四川 包围边境的这样一个战略 所以其实一直以来 就是这个四川的话 是攻南宋的主要一个线路 很快 考古人员在清理南墓主棺果中 成卷的丝绸时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又发现了一副薄帆 墨书一首七言绝句 这一发现 令所有人都吃了一惊 因为国藩 透露出一个重要的地点 长江三峡的奎门 两山对峙 就是一个赤甲山 一个白雁山 从我们江面上 到奎门的山顶 有1200米的高度 以前进出四川 就是两个位置 旱路就是从蜀道那边走过来 然后水路就是从奎门 地处重庆市凤杰县的 渠塘峡西口一带 是古代入属的重要关爱 因地势显耀 被称作奎门 素有奎门天下雄之称 南宋时期 依托长江天险 抵御蒙古军队南下 长江三峡 使宋蒙对峙前线 把长江封为 头 尾 身 头在什么 头就是川山战区 身子就是金香战区 尾就是江淮战区 所以在江淮金香和川山之间 有大跋山 大跋山就形成了 长江三峡 那这个三峡就是它的一道门 所以这个门就叫奎门 那奎门谁来守 就在那个地方建一座城 白地城 考古学者认为 福州茶园山南宋墓 南姓墓主人的死亡地点 应当就在距离福州千里之外的 长江奎门 而史料表明 南宋军队与蒙古军队 曾在奎门附近的白地城 发生战事 在奎门的里边 它有一个小山头叫白地山 白地山的旁边又有两个小山头 一个激公山 一个雷谷台 三个山的湖地 就是白地城黄首 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 公元1235年 蒙古军队兵分三路 从东起淮河 西至巴蜀的战线 对南宋发起全面进攻 西路军横扫四川 此时南宋将领 利用四川多山川的条件 则要爱建山城 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 以嘉陵江畔钓鱼城为北大门 回门白地城为东大门的防御体系 阻止蒙古军队南下 它第一 它的中心在重庆 重庆叫四川自治师 除了悬点以外 它要控江 核心悬点是以点控江 那江是哪些江 第一是长江的上游 第二长江的支流 比如嘉陵江 嘉陵江的支流 湖江 曲江 然后陀江 绵江 大渡河 它实际上是在这些原岸 以山为点 以水为县 形成的一个整体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副院长袁东山 长期在白地城 等南宋城池遗址 进行考古发掘工作 对于福州南宋茶园山 牧丧主人到底是谁 提出自己的见解 伯帆勃书的诗句 《奎门日日望君来》 《恶主人怀去后思》 提到了两个极为重要的地点 奎门和恶主 说明这位战死的将军 与这两个地方有关联 他说了两个空间地点 就是一个是奎州 一个是卧主 卧主我最后查了一下 实际上就是讲的武汉 那个奎门的话 就是指的白地城 因为它不是奎州 奎州是一个区域 所以奎门日日叛军来 就说明这个人官身和军身 他的名声很好 从什么地方来的 我主 我主就是武汉江新的 一个江新州 江夏武汉是什么 那是曾经送元战争的 一个战区 司令部所在地 并且在奎州的话 他是将帅 那奎州有名有姓的将帅 其实人员是很少的 然后驻军又在湖北驻过军 又在奎门驻过军 就是白地城 当过高级军官 所以这个人的寻找范围 就变得很小了 袁东山等人认为 嘉西元年 公元1237年 一部名为昭中路的书籍 记载一位叫杨福兴的将军 战死在白地城 而这位将军就有可能 是福州茶园山南宗墓的 南宗墓的南宗墓主人 专门记载南宗的一个书籍 叫赵中路 里面记载 就是讲到1237年 奎州首将杨福兴 出城迎战蒙古 从那个后山过来的军队 一直战到最后 整个军队全军 白地城之战留下一计 奉捷白地城服务馆收藏的 雷石 建筑 铁马钉 弩基等 反映了当时的战况 出土的建筑种类很多 铁武器的就是整天雷 我们在白地城挖出来 一窖二十多个 没有用过的整天雷 白口铸铁上下盒饭 铸造的中间有饭线 最小的大概能装400多克火药 最大的能装4000多克的火药 但是那个最大的 它那个鼻后 大概有2.5公分 其实今天的手扭蛋 也没有这么厚的瓶 考古专家拼接历史信息 对这位将军在白地城战死的故事 进行了复原 公元1235年 杨福星从福州来到京乡战场 又来到奎门前线 职位是奎州副都统 考古专家为我们勾勒出了 他生命中的最后时光 加西元年 公元1237年11月27日 蒙古军队从凤杰白地城附近的青莲河 和梅西河 向宿军发起进攻 他从这两条小河立员而上 就扰到了白地城的后山 一个很高 大概1200多公尺的一个山 蒙军是从山上向山下 发起的进攻 这场进攻打得最惨烈 就是11月27号 拼命地抵抗 这个人就叫杨福星 最后文献记载 城外打不过了 躲到城内 最后从白地城的西北门破城以后 还剩300人 最后全军扶灭 所以我现在越来越认为 这个人最大的可能 就是杨福星 2017年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的考古人员 在白地城发掘出众多南宋时期的兵器 依稀勾勒出那段战争往事 考古学者认为 战据山岭的蒙古军队居高临下 用抛石机打击撤退到白地城里 最后抵抗的宋军 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这位将军遭到致命一击 倒在长江奎门的白地城下 我认为这个男主人是抛石机 把脊椎给砸断了 然后的话他死于奎门 这个石炮弹 因为当时在白地城 我们挖出来的石炮弹 一般都是百石来斤的石头 百石来斤的石头 飞上几十米砸上人 那几乎是立即的死亡 这也跟这个尸体 现在呈现的状况 非常的吻合 关于南宋将领死亡的情形 现代医学研究给出了解释 只有一个椎体发生了骨折 我个人觉得更像一个高处坠落 当然不排除抛石机 击中了这位将军的盔甲 或者什么部位 让他坠马了 然后发生了骨折 医学专家的猜想 获得了考古专家的印证 如果牧主人就是杨福星 或者是一位战死的宋军将领 牧主人确实死于一场激烈的战斗 而非自然死亡 一桩七百多年前的悬案 在现代考古与医学面前 似乎得以解开 然而一个疑问是 福州茶园山南宋牧丧主人 观果出土的伯藩 记载的时间是一二三五年 而朝中路记载 杨福星阵亡时间是一二三七年 福州茶园山南宋牧主人 无疑是一位南宋将领 他究竟是谁 有的学者也提出新的观点 一二三五年下 这位没有留下姓氏的牧主人 身材高大魁梧 作为曾驻守过魁门的将领 被派往前线 此时金朝已经灭亡 宋蒙对质 蒙古军队已经逼近了南宋边界 战事已经展开 他有没有可能 就是说从魁门 被调到蒙古南宋 这样一个前线 打仗的可能性也有 比如说他三五年去世的话 他喔 你吃了凌肉 我吃了凌肉 你吃了凌肉 如果是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位南宋将领战死沙场 卫国捐躯 深受人们爱戴 人们决定将将军的尸体运回故里福州安葬 为了表达对于这位将军的敬仰 识人在伯藩上写下了婉联 追忆将军的功勋 并把伯藩作为陪葬品放入官国 男性尸体随葬的那个金翻的里边 诗能看出 主要来自奎州的军民给他写的晚联 而这些晚联就是对他攻击的郭颂 为国捐躯的这种崇敬和爱戴 所以这几乎不是以个人身份在说这些事 都是站在于国于民于地方 在对一个逝去的将军 一个英雄的追忆和怀念 茶园山墓葬出土的伯藩寄托着浓浓的哀思之情 无论表达的是妻子对于丈夫的思念之情 还是奎门军民对于物主人的追忆思念 都反映了将军表现出的英雄气节和忠勇品德 对南宋来说他是寻国了 所以这是一个不得了的英雄 因为我觉得忠君爱国是任何人 任何一个国家 也是任何一个时代最起码的 也是最高的道德水准 将军为国捐躯 人们悲痛之余 决定将他的尸体运回故乡 然而奎门和福州相聚千里 将尸体运回故乡要经历漫长的旅程 人们为了把这位将军送回家 对他的尸体进行了防腐处理 将水银从口中灌入体内 又在棺谷内放入水银将尸体浸泡 往往这福建可能是水运 毕竟他是一个位居高位 身边一定有他的崇拜者的军人 但是他走的时候 他不一定是一去世就回归故里 所以他有一个战错的制度 就是要横归故里 但是要保留他的尸害 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 将军从他征战的沙场出发 千里迢迢 魂归故里 福州 这里依然歌舞升平 战争似乎与这里无缘 将军的妻子十分牵挂 远在千里之外的丈夫 他望眼欲穿 等待丈夫归来 然而年轻妻子等来的 却是一具冰冷的尸骨 天人永隔 巨大的打击彻底击倒了他 不久便撒手人寰 考古专家根据茶园山南宋墓葬情况 判断男女墓主人下葬时间 距离很近 山河图是整个连在一起的 那男的这个棺木上面 那个山河图没有分析的 一次性的 那女的呢 她那个上面那个山河图 留了一块换棺木的地方 所以说她当时就是说 等到女的死亡以后呢 再把这个棺木换进去 而且能看得出边界 所以说当时我们挖了 这个是后面进去 福州城外茶园山上 一位是为国捐躯的军人 一位是日夜思念丈夫的妻子 他们又相守威依在一起 他们在这座山水环绕的美丽城市 有过富足安逸的生活 也有过缠绵翡测的爱情故事 唯一不幸的是 他们生活在战争年代 这些出土文物 曾经陪伴着他们的光阴和故事 黄色香花绘文花边提花螺上衣 用金丝勾勒花叶的轮廓 体现了宋代妇女 讲求淡雅清丽的审美品味 印花背心有如意和云纹图案 印有折织花 折织花在宋代极为流行 黄色塑砂百咒裙 造型别致 卷山和沙山非常轻薄 适宜气候炎热的福州穿着 1279年南宋灭亡 也在这一年 南宋防疫体系的恒心城堡 钓鱼城的军民 经历了36年的抵抗 钓鱼城最终被援军攻克 我们现在所出的这个位置 是叫钓鱼城 它选的这个位置是 嘉陵江 福江和渠江 三条江交汇的一个位置 三条江中间有座山叫钓鱼山 它利用这个江山这种地形 地势做了一座城叫钓鱼城 这一座城就控制了 这个三条江的交通 把这个点控制之后 就能控制整个四川地区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通道 2022年8月6日 福州市北郊火车站附近的茶园路 一派车水马龙的景象 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 原队长林果 来到茶园山南宋古墓现场 寻访当年的祖迹 三十多年前的景象 已经不复存在 它是一个小村子的后山 茶园村的后山 所以说这个叫茶园山寿木 跨越七百多年的旷世绝炼 历经战乱与和平 茶园山上这对夫妻 来到了新的地方 福州市博物馆 闽江建政古城福州 两千多年的新盛繁荣 臣服往事 它的记忆里 有思路繁华 战争烟云 也有人们的家国情怀 即便是历史的小小片段 也将永远流传